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00块钱两次 我们投入1000韩币 现在弄错了 我应该弄左边的 它是两台机器 把钱插入进去 我们家那位的AirPass没有成功 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应该可以进去了 你说说我们的厕所不能忘记 千万不要进出厕所 我们上完厕所之后呢 一定要注意提手 刚才是为了节目效果 我们一定要洗够这个30秒钟时间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刚才那样子 现在已经坐下了 我们先把我们的Apple Watch开启这个剧院模式 开启之后呢 我们旋转这个数码表冠就可以调节它的亮度 电影看完了 用一个字形容就是 就是诺兰请收下我的位拜 整个电影真的可以说是very good 能活着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回到家里呢 家门口发现了这个最新的包裹 那看来呢 过两天又可以进行这个非常优雅的开箱了 非常的不错 现在是上午9点32分啊 早上起来呢 又喝一杯水 几个人回答 那现在呢 又去买一下这个早饭 相比于一般的面包呢 我个人更加喜欢这种 中间夹着长的 而且呢 相比于那种细长的 我更喜欢这种短粗的这种香肠 各位 那么现在终于回到家了啊 这个呢 是我儿子送给我的爱的奖章 那么现在我们赶紧把这个面包吃一下 回来之后发现这里面的又粗又长的肠 它消失掉了 非常的奇怪 没办法 我们还是先吃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现在非常优雅的来喝一下 非常的清爽 天天这个电影呢 看完之后真的是回味无穷 回味无穷的原因呢 是因为基本上没有看多 它里面的这个脑洞非常的大 所以呢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非常值得去看上69遍以上 但我也好想再来一次啊 去看一下这个IMAX的版本 但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呢 就是活着能看到这个黑客帝国4 这我就非常的知足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这里 我也要马上编辑一下视频 让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